何为超把 2005年9月19日海城大碑寺妙想法师为大连居士开示 这个第一个问题 师傅什么叫阵言咒语 什么叫阵言和咒语呢 这个我的理解 阵言就是真实不虚 我们说话是不是真实的呢 有时候我们的语言并不真实 我们的语言都是从我们思维中发出来的 所以说它不叫阵言 也不叫真语 真语是从实相里发出来的 它能放光动力 这叫真语 所以说这个咒语 所以咒是什么叫咒呢 就是六根的回首为咒 因为我们六根的放异 我们一念咒 六根就回首了 回到哪里 回到我们自性里 这种的语言 就叫咒语 第二个问题 密集中的一些咒语 秀净土的何不可以念 这个秀净土啊 是什么都可以念的 关键是在于我们在秀净中是否需要的问题 如果需要的话 你就可以念 如果不需要就可以放弥 因为有很多的咒语 都是好的 你不能都一去念 只有专心 不打妄想去念 念什么都可以 达到这个咒语的目的 刚才我也讲了 什么叫咒语 禅密敬 三秀四宝驾掌 如果禅密敬 我们本身呢 就是实际上 应该说 禅密敬 我们都应该 称赞 无种平等的弘扬 这是对的 但在秀净中 也要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有的人因为呢 这个 我秀禅 我有点困难 有点思想 有点没有着落 我实际的 我再去念点咒 因为他因为念咒就是命 所以说呢 他又加点这个 所以说就要禅密双修 禅密双修 这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如果需要你可以这么做 如果禅密敬 三秀 我看你恐怕你做不来 做不来 有的不是说 有的根据大的 那可以说 就是无量法门 试验学 我什么都要学一学 另外你掌握了气温的根本道理 比如开悟了 我想那个禅也涉及到了 密也涉及到了 净土我也涉及到了 我念佛和秀禅秀密 没有啥区别 这就不要啥秀了 如果你要做不到 最好还是一门神 因为比如说我们修净土 一句佛号 也要老老实实地念 要肯肯切切地念 佛号的不在于多少 在于世报我们肯肯切切 不打妄想去念 所以才有感性 架杂不架杂 主要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但是呢 必须目的 如果影响了我们的信念型 就算架杂 如果信念型不影响 就不算架杂 第四个 林仲师 神识从头除 往西方 秀净土念佛 怎样锻炼神识 从头部除去 这个概念呢 我的想法 和不一样 因为这个神识 究竟是在头部 还是在脚部 还是在脑前 还是在脑后 楞严谨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的心在哪 不在外 也不在内 也不在中间 在哪呢 我们的佛性 在于无住处 没有住处 那就是我们的佛性 什么叫没住处 无处不是我们的佛性 这就是无住处 并不是说这个佛性在哪 在头部 不在耳部 不在肾部 也不在脚部 这种说法呢 这是一种意思 实际上我们的佛性 是变虚空 满法界的 至于我们的感受 有时候往往从头部有所感受 或在哪有感受 这是我们个人的意思 如果堕落于一种意识里 神识就在我们头部里 我看这个概念呢 并不准确 和佛性讲的并不一样 佛性讲的是不在外 也不在内 也不在中间 因为佛法是什么是佛法呢 它没有一个除去和来的问题 它是不来不去 不胜不灭 所以我们在六道里 不断的轮回 不断的胜灭 但它有没有胜灭呢 它的本质上是没有胜没有灭 是我们虚往的因为 它有胜有灭 这就是我们的意识概念 就是我们从头部出去了 我们又到哪去了 我们平时老有这一种感觉 包括有一种业障 从我们身上消失掉了 或是变化了 所有的变化 所有的像都是虚往的 所以我们修行佛法 一定要认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不认识 就堕落一种 由圣灭法里去了 圣灭法 那都属于外道里 最后临终的时候 神是究竟从头部王上 还从哪儿王上 你要认为要从头部王上 那就已经早在下了 所以说我的看法 你没有必要 你就是认为佛法 它是不生不灭的 本来没有来没有去 所以说只要去掉我们的王阳 就是西方极乐 这为正确 如果你把佛法看成圣灭法 那和外道里没有啥区别 另外又从这出去 从那出去 这样并不太合适 所以说我们在修行中 不要打王翔 不管它是往哪儿出去 它本来就没有来没有去 在感受叙事里 我们有来有去 所以说这个在修行工作中 不管是王上也好 在修行打坐也好 我们这个概念是非常要注意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储的感觉 这个储的感觉就是非常大的 有的人有因为储的感觉 它产生了一种扩大 有时候身体变小 有时候身体扩大 扩大的像虚控那么大 甚至极箭房那么大 又变得很沉 又变得很小 等等的变化 这些变化都是虚往的东西 有的人因为 这是我已经变得很粗很大 我已经成为一种菩萨 或成为一种护法 等等的 我现在如何如何 这和练习功没有啥区别 所以这种东西要的 我们学于佛法 就应该学这个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正不解 心境讲得很明明 很明确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从这里误佛法 这才行的 特别是林总 有的人因为从头部出去 在头部查个什么东西 或者头部如何如何处理 就能得到王上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不清楚 我也不明白 但我的认为 我们应该是 我们应该是 应该从佛法里证实验尸 只有这个验尸 才真正消除我们心里的疑和祸 我们才不被 所有的身体的 骰受象形式 做左右 做感受 不在那里下功 所以说 修行佛法有一种差道 差道的就是在这一块上 我们往往把无价的佛法 当成一种圣灭法来处理和感受 最后是我们远离了佛法 这不合适 这个问题谈这些 供大家参考 这个是给王者怎样念过超 超声 给王者回向文怎样说 给王者怎样念佛超声 我们知道 有王者 我们怎样去念佛 也就是恳恳切切 你那个真心 因为你对佛法的明白 这才是真正的念佛 怎样去念佛往生 首先我们心里明白 本来没有生没有死 这是虚往的生 虚往的死 佛法是不生不灭的 你用这个心去念佛 去超声 对这个王者才会真正有利 因为并不是你这句佛号起什么作用 真正起作用是你那个心 四宝在庆幸 才起作用 才起作用的 并不是你的语言 但通过念佛的语言能达到我们清净性 是这么个目的 所以说我们念佛 给王者念佛和超声 是超那个不胜 不灭那个生 不是说有个生有个灭 我们去给念佛去了 我念你 你从这家走了 你看你走十里地了 二十里地了 你用这种圣灭的方法 你谁都超不出去 包括自己也堕落那里去了 我们念佛的目的 就是要用念到 这个不胜不灭 对佛法 他没有一个生和死的问题 我们验上这些问题 那就是帮助念佛超声了 超声 超声是指的超声轮回 超声轮回 超声轮回 达到不胜不灭 所以说这个给王者念佛呀 这个凯示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个我给大伙讲个例子 讲个小事情 过去呀 那是也是95年吧 95年时候有一个大学生 他不幸福 他弟弟幸福 他这个这人呢 就得了一种病 这种病啊 什么病我忘了 很重 他这个个儿俩就来找我 找我说 你师父你看看能不能救 他以为我有什么仙丹妙药啊 我就 那个 是给讲一些道理 他有点待听不听啊 这 他想 他想获得的一样 马上就不死啊 这样的话 你就非常好了 但是呢 我也没有那个能力 做不到 我只跟着讲 为什么信佛 佛有什么好处 而且讲一些佛法的道理 也就过去了 事情可能是过了一年呢 十二年呢 我听说他就死亡了 死亡了以后啊 有一天把我做梦 那就梦见他 梦见他来了 来找我来了 我梦里就跟他讲法啊 我说呢 这个 人呢 你不要以为 人死了 真死 人没有个死啊 人没有个生啊 生是不生 死是不死啊 所以说呢 不生不死啊 他只是他的本意啊 是他的本意 所以说你不要以为 有生就有死 生死那是一场戏的事 本来就没有生 没有死 我说你就放心吧 我讲完了 他突然一端端走 走了 走了马上又回头告诉我 谢谢大哥 我叫大哥 不叫和尚啊 就是说这个梦里的意思啊 就是说他明白这个道理了 以后他会胜出一种感谢意 所以说我们给念佛 不要给念出圣灭法来 那就不合适啊 现在我们很多念佛 都是按圣灭法就给念去了 说我把你吵上了 我从这已经到那那哪什么天去了 你到那个 我走了多少远 竟给人家滥索一气 滥索一气 也不像那个 就像那个什么事啊 有点像大象啊 有些说法的都不太准确 三天世界有没有是存在的 但存在也没离开你的自己 也是在不生不灭之中 这是我们亡生亡灭 所以大家这个注意 给亡者的回向门怎么说 就是让亡者要明白 佛法是不生不灭的 死是个虚妄一场幻境 圣也是一场幻境 我们自给他讲这个道理 所以说他就会 真正从你的讲法得到泄露 刚才我讲我做那个梦 就是这个意思 令亡者操吧 令亡者操吧 可以再加自己做梦 就是说给亡者操吧 可以再加自己做梦 只要看这个有两种说法 这个给亡者操吧呀 每个人都有能力 都应该有这个责任 去帮亡者去做一些事情 至于操吧不操吧 得靠三毛利 不是靠你的力量 不是你能把这个亡者操吧 三毛利 我们知道三毛是佛法生 可不可以再加做 有的句是我们再加可以利用佛和法 供应三毛来做这些事情 使得操吧 这是可以做的 但是并不等于你再加人 具有操吧王者的能力 操吧王者必须靠着佛法生 这个得明确 但有的在家给王者做操吧 收钱 这都是不如法的行为 所以说真正操吧三毛的是佛法生 连外道他都做不到 何况我们在家的白饮更做不到 所以说在家送经念佛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最后还是靠三毛利来操吧 不胜不灭 为什么还要给王人做操吧 所以说操吧的不是王人 是操吧你那个不正确的幻觉 我们操吧 操吧谁呀 实际上操吧去 操吧来就操吧你自己 你那个思想不正确 你老因为你有个生有个死 有生有灭 你不认识佛法 所以说操吧一个是主要是操吧你自己 通过你自己在讲明道理给王者 王者和你同样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说做操吧是操吧我们自己 去掉我们的幻觉和幻象 你来 About My Chirka 你来uscit 我来一下 你来一下 你来一下 你来碩我